剛剛沒有想到我這一刻會這麼感動 因為我覺得走在創作或是表演的這條路上 沒有絕對的好或壞 只有心裡的滿足或空虛 那每次當知道說有人 他不會在乎別人的眼光 也不在乎成績 不在乎排行榜 然後願意發自內心去聽我們的作品 去給予肯定 這對我來說就是心裡最滿足的時刻 謝謝音樂人交流協會 也謝謝所有陪我一起在這條路上努力的夥伴 謝謝大家 好 恭喜啦啦 那接下來是請劍齊也跟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給這張專輯的肯定 那我覺得跟徐佳穎合作音樂是非常開心跟幸福的事情 因為其實他就是把自己心裡的話說出來 唱出來 然後用他爭執的表情去表達他的歌曲 我覺得所有音樂都應該是這樣子的 謝謝 我覺得就是很開心 因為他就好像是一個聲音告訴我說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我要滿足於所有的收穫 然後繼續發自內心的去寫歌跟唱歌 做一個真誠的表演者 你說今天得這個獎啊 因為讓他今年入文興趣 那這個禮拜就要頒獎了會不會很緊張 是有一點 是有一點因為我那天要穿的鞋子 應該會是我此生穿過最高跟的鞋子 然後就是要 然後就是要 那我還要來得獎的這個機率高嗎 有做夢夢到這件事嗎 沒有 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你怎麼說很開心 他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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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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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